走遍中华大地探旋历史古迹 大家好我是任远 听说河泽定陶有一座梁王台 那里又会有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那么这一期咱们就去看一看 山东河泽定陶区有一座不起眼的土堆 是彭越秦末时期的点降台 在甲楼村西北100米 就是我们今天探访的梁王台 梁王台在导航上是可以直接搜索到的 导航位置就在这个房屋旁边 行走在唯一通往梁王台的道路 两侧还是以绿色为主 深冬寒冷永远阻挡不了我探寻脚步 就如疫情侵袭永远阻挡不住我们祖国强大一样 行走到这里已经可以看清梁王台的基础 高高的土堆小小的建筑 旁边里有各种石碑 比较重要的是文宝碑 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梁王台遗址 旁边就是汉梁王彭越纪念碑 在左手边的位置有一处没被踏过的石碑 靠近看齐文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彭越想必喜欢历史的不陌生 清朝末年在魏帝举兵起义 后来率兵归税刘邦 协助刘邦赢得楚汉之争 与韩信英部并称汉出三大名将 公元前的204年 彭越经常往来出没 替汉王游动出兵攻击楚军 在梁帝断绝了他们的后援梁草 史称彭越挠楚 同时彭越也被称为游击战的鼻祖 因为刘邦封地的许诺 彭越率领着全部人马 在该下和刘邦的军队会师 于是大败楚军 项羽自吻而亡 那年春天封彭越为梁王 一代梁王也因此达到了人生巅峰 刘邦成为了皇帝之后 怕这些有功的王侯进行反叛 在吕智的精心策划下 对他们进行了大肆的杀戮 当然彭越也没有逃过去 因为诬陷 他的谋反就坐实了 刘邦一开始并没有想杀他 而是把他流放到了属地的青衣县 但是在去往青衣县的路上 恰巧在正线碰到了吕后 他上去就对吕后 历辰自己的青衫 想让吕后对刘邦说 把自己放回自己的家乡 恰恰就是这一句多嘴的话 让彭越就自身难保了 吕后觉得 他肯定是想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并且东山在奇 于是贾义就带着彭越 找刘邦去了 见到刘邦之后 就对刘邦说彭越的害处 立劝杀掉彭越 为了镇压其他的王侯 这个彭越被使用了非常残暴的一种刑法 叫做海刑 就是把它剁成肉块 然后煮成肉酱 分给其他的王猴吃 正可谓鸟尽攻藏 兔死狗棚 人们为了纪念彭越 就在他原来的典将台这 然后建殿立碑 这就是这个梁王台的由来 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小故事吧 如今的梁王台 在寒风的映衬下 茫茫枯草依旧苍凉 梁王栗战 辅延流 百二山河一旦收 千古高台 一旧恨 功成何不 孝流侯 在枯草中有一个石碑 很好奇上面写的什么 走近才发现 是叶梁王台 字迹清晰可见 最后落款为2004年11月 再看旁边的焚烧坑 可知最近应该有人来过 走上这高高的台阶 我们上去看一看 这里唯一的建筑 环顾四周 这个院子也不是很大 中间就是单岩硬山顶的建筑 屋顶是用的蝴蝶瓦的形式 也就是没有铜瓦和勾头 这样通风好一点 在这个建筑的旁边 有个修复捐款的功德碑 简单的介绍了梁王台的形成背景 中间这处建筑 没有牌匾 也没有开门 透过窗户 隐约能看到一点里面的情况 但是这个建筑用的砖 应该是老砖 原来的青砖 都比现在生产的青砖 要大一些 在刘邦称帝之后 淮南王英部成为了异姓诸侯王之一 英部以安徽路案为都城 汉高祖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一九六年 吕智杀了淮英侯韩信 因此啊 英部内心恐惧 同年夏天 刘邦又杀了梁王彭月 并且啊 把他剁成了肉酱 送到了淮南 英部看到肉酱很害怕 暗中啊 就开始集结军队 自此 汉初三大名将 只剩下英部了 汉高祖的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一九六年 淮南王英部起兵反叛了 因为英部啊 非常的骁勇善战 所以啊 刘邦不得不亲自出征 虽然说把英部啊 给灭了 但是刘邦啊 也受伤了 得胜之后的刘邦 选择了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 沛县 也就有了我们所熟悉的那首 大风歌 大风七夕 云飞扬 为家海内 喜归故乡 暗的梦是 谁一手 四方 汉高祖的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一九五年 刘邦驾崩了 其实才短短的十几年啊 你像项羽啊 乌江自吻了 彭月啊 也是莫名其妙的变为了肉酱 然后韩信 成也萧何 败萧何 被杀了 萧何啊 也是不清廉了 开始自污了 刘邦则是因为受伤到点就去世了 鹰部啊 也是被杀了 自此啊 所有的英雄 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小知识吧 闲来无事 在梁王台附近乱转 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 在梁王台的后面 有一户人家 前面有一块很高的石碑 修复泰山奶奶庙纪念碑 门口的小狗 不停的对我狂吠 庙里供奉的是陛侠援军 旁边还有一处建筑 搅拌机啊 还没有拉走 看来刚修没多久 石碑上刻着江太公纪念碑 在这非无人机时 与旁边住的大姐闲聊 大姐非常的热情 邀请我去家里喝点热水 说没想到这种古迹啊 现在还有人记得 其实每一处古迹 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孤台寂末 尹荒原 指点单踢 寄上存 与汉和游白日升 宣车随处且清尊 樱花飘渺 春前色 何属高低 雨后春 月马封尘 成底市 不妨长孝 学苏门 这样这个梁王台啊 我们基本上就算看完了 好了 背后的梁王台啊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